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3月3日星期四 今天三大股子还是表现比较疲弱 跟之前的情况基本一样 但是今天有一点就是 深层子和创业板指数走势相对较弱 户子的走势相对较强一点 尽管都是跌了 但是户子是小幅下跌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指数 又出现幅度较大的下跌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还能不能持续反弹 是不是在跌破了红色上行通道下沿之后 那么短期的反弹结束 那么再度下行 我认为这个地方不会马上走出一波 所谓单边的下跌趋势 无非局部这个区间反复震荡 涨一下跌一下再一下来 然后再往上抽 来回做这么一个震荡 震荡之后可能会有希望踩到 这个棕色的这个箱体的下沿附近 踩到这个位置附近以后 可能出现这么一个杀跌 可能是这样 所以从目前的这个反 整个的这个反弹的角度来看 还没有到位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了 就是有些创业板的个股 如果跟他的这个指数 是同步走势的话 就是之前呢 是经历过一波大涨 然后呢 在去年的这个中雄以来到现在 还处于调整结构当中的个股 你一定要注意控制仓位啊 不管他的业绩表现如何 现在不用考虑那么多 如果走势一致 那就说明他们的这个走势 那创业板指数 这个影响必然会对你个股 带来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啊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再看一下大盘啊 今天大盘的这个还是比较纠结 那么近期的走势呢 还是从底部反弹以来 上面的小平台啊 这个是大约在三千五百点整数关一线 还是承压啊 所以这个地方一丝半会儿呢 是上不去的 上不去的原因呢 很简单啊 现在跟整个的市场环境有关系啊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大的环境 对吧 现在动荡不安 尤其是外盘 近期虽然是美股呢 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 但是呢 力度显然不够啊 也是涨一天跌一天啊 现在很显然这个 全球的市场都是这样啊 那个俄罗斯的股指涨就不用提了啊 那就是个别 就是另外的特别现象 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啊 这是散大股指情况 那么大盘呢 今天冲到这个小的箱体上而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它还是再度向下 可能还要回探一下啊 来回拉锯啊 拉锯的这样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那么拉锯完之后 可能有机会会探到上方的这个所谓这个年线的附近啊 就这根大均线年线 现在年线呢 重心已经下移到3529点位置附近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年线这个地方 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压力位 为什么是压力位啊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 我说呀 之前啊 年线是强制撑 对吧 那么踩到年线附近 它就撑住了 撑住之后呢 然后呢 有几回短线又空 又空完之后 然后呢 向上 向上开始反弹 向上反弹 有两次都是 这次都是啊 又空向上反弹 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跌穿了 对吧 在这个 尤其是月底的那个时间段 跌穿之后 后面的弱势反弹 实际上它的目标也是年线 之前是什么 之前都是年线是支撑 年线支撑啊 对吧 你因为你在年线上访 回踩的目标就是年线 撑住了反弹 但是呢 从这个 呃 今年的这个 一月底以来啊 这一段时间把年线击穿了 那么后续的 这个 反弹 目标就是年线 年线附近反倒成了压力啊 这就是反压啊 所以后续呢 跟股指一致的个股 跟大盘一致的 还是要注意啊 做一个所谓的高抛啊 直到年线的时候 那么什么样的个股灯跟大盘 这个走势一致呢 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 尤其是一些大的蓝筹啊 但是低估值蓝筹这块例外啊 因为低估值蓝筹最近走势还是 是非常不错的 低市净率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题材 题材指数 200支 个股 那么这里边呢 股价都是跌破了 每股净资产 今天收了一根中阳线 而且是跳空向上 高开高走的啊 这说明啊 低市净率这个题材指数 目前的上行通道 沿着粉色的 这个大的上行通道 继续呢 震荡上行的节奏 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当然了 大家也注意到啊 近期这个低估值蓝筹里面呢 以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包括所谓煤炭啊 电力啊 这些能源类的 这样一些央企的一些大蓝筹 是互盘上涨的这个力度 稍微还是强一点啊 所以说呢 跟能源相关 这就毫无疑问 就是也是外部事件啊 引发的 那么这个我们北方邻居 也是个能源的生产大国啊 那么由于它受限啊 它出口受限 那么国际油价呢 现在还是继续高攀啊 继续上行 现在的油价已经在114美元以上方了 对吧 那么目前这个具体涨到哪儿 现在还不好说 对吧 所以呢 带动石油板块呢 继续上行 石油板块上行 你化工的原材料 相关的题材 那也必须是上行的 所以跟能源相关的 大宗商品类的题材 现在我还是继续考 眼下市场呢 目前跟外部世界密切相关的 就是几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什么 就是石油啊 那么从主力资金的布局的角度来看 今天流入最强的一个板块 就是石油板块 石油板块今天是全线 几乎是全线上涨 那么一共是35支成分谷里边 是9支涨停啊 然后是化工板块 我们看到今天呢 整个的这个板块的表现 也还是不错啊 然后是跟煤炭相关的啊 近期有一个消息说是欧洲那边的煤炭 涨了80%的价格啊 这为什么这个整个的天然气涨价 咱不说了 石油涨价 煤炭还有涨价啊 这个这个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就是说煤炭的这个板块指数呢 现在还是处于啊 这个上行通道的过程当中啊 那么没有这个通道本身没有发生改变啊 那整个的方向还是继续向上 呃现在看不到他有回调的迹象啊 所以后续我认为说跟能源相关的大宗呃商品的涨价题材 就是所谓煤炭天然气石油 哎包括呃我们说呃其他的包括电力啊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题材 比如说呃跟带跟他们相关的啊 比如说这个资源类的啊建材钢铁啊 然后有色啊有色里边呢 有一些这个金属比如说铝金属啊 铝鱼液金属 比如铿铿铝骨分对吧 最近出现了上行 然后我们再往下翻 比如说这个天山铝业对吧 近期也在持续上行 什么原因呢 这个铝产业链的这个原材料这一块啊 受到了限制啊 近期的这个供应比较紧张 对吧 所以呢 对于铝的 不管是工业还是其他各行业 对于铝的需求量 还是继续加大 反而呢 市场的供给呢 反而是有这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 所以说呢 对于铝的这个涨价预期非常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跟铝业相关的个股 也是走的比较强啊 无非就是啊 这几条主线 还有一条主线是什么 就是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一个题材 叫SAPES SAPES题材 SAPES题材呢 那么最近几天呢 我看他的话 走的还是非常稳健啊 这里边呢 涉及到大约是 大约是二十几只成分股啊 我们看到今天为止是扩充到了 三十二只 三十二只成分股 绝大部分超过半上涨啊 那么这个题材实际上就是CIPS 叫SAPES题材 CIPS是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啊 就跟前两天这个对额 这个做出啊 这个禁用的这个叫所谓shift 这个环球的这个结算体系 shift是一回事啊 我们叫CIPS 我们中国自己的做的一套 布局在全球的一个这么一个金融的结算系统啊 所以说我目前世界上就是三大结算系统嘛 一个是环球结算系统swift 一个就是纽约的这个结算系统 叫chips啊 cips cips 还有一个结算系统就是我们人民币的这个境外 结算系统叫cips啊 cips啊 就是几种 三种 当然我们这个人民币结算系统呢 随着这个这个这个对呃 这个这个 俄罗斯这边进入之后 那么未来可能对cips这个需求会加大啊 所以cips这个发展的潜力 呃也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这个题材我是继续看好 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条主线石吗 就是中俄贸易 那我把这个题材指数给大家排下去啊 从涨幅榜里边看一下 中俄贸易里边呢 涉及到是21只成分股 呃 为什么这么看好中中俄贸易 我们把这个成分股整个这个打开 给大家读一下啊 就是中俄贸易有望进一步加强 为什么呢 填补缺口啊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的邻居呢 受到各方面全方位的一个 一个一个禁运啊 所以说未来的贸易这一块呢 可能会跟我们之间这种贸易联系 会更进一步加强 所以所谓中俄贸易这个题材呢 就是哪些公司呢 受益呢 主要是跟港口航用相关的 你看今天上涨的这些 呃 涨停板的个股 一共是21只成分股里边呢 16只涨停 这里面涉及到基本上都是海陆的交通 海陆的这个交通枢纽 一个就是海上的港口 辽港股份 宁波海运 对吧 联永港 宁水集团中国外运 对吧 然后下方景州港啊 盐田港啊 这些啊 港口 另外还有陆路交通枢纽 比如说龙江交通 然后呢 东方集团长久物流 终身股份 然后下方加油国际 什么浙江东日啊 欧亚集团啊 哈空调了 什么之类的哈头股份 啊 这都我的我都看了啊 今天走的都非常强啊 这一类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眼下虽然是涨停了 呃 适不适合在这追高呢 刚从题材指数看的话 没法看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啊 但第一天了 大家看这个可以线图 光头光脚的大阳线啊 这个力度非常强 是吧 成交量呢 也非常充足 但是呢 技术上没法分析 因为K线太少了啊 那我们就还是回到 它的个股方面 我们挨个看一下啊 今天实际上 呃 从涨停板的力度来看啊 个别股票的这个 涨停的非常的利索啊 基本上都在下午的时候 统一涨停 而且呢 风单呢 也特别大啊 我随便翻几家 都是这种情况啊 那么当前呢 能不能追高的问题 呃 我觉得不能追高啊 任何时候大涨之后 都不能追高 所以呃 这个题材 未来有没有预期 再继续上行呢 当然有啊 一定要看啊 就是呃 这两天涨完之后 他又有回踩 对吧 回踩 短线回踩的时候 还可以逢低进行关注 尤其现在股价呃 处于相对低位的个股 基本面不错的情况下 呃 如果短线打开涨停 呃 有短线的回踩一到两天 或三天左右 你就可以逢低再继续关注啊 那么这个板块股还是 呃 并不是因为他今天走强 我才看好 是今天头一天出了这个题材 叫中俄贸易啊 呃 二十一支成分股啊 这里面我就呃 不一一展开了啊 所以大家呢 如何找到这些成分股啊 就是你下载一个软件啊 就是这个通达性啊 大家都统一都知道的啊 那么券商开户之后 就有一个软件叫通达性 那么通达性打开 你敲这个中俄贸易的第一个 汉语评字母就出来了啊 一敲就全部看到了 呃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呃 还有一个就是一条主线 就是今天的这个医药板块 哎 走的还是非常的强啊 从这个机构资金流入的角度 我们看一下今天新冠药概念 又上来了啊 那么新冠药概念 今天收了一个中央线 呃 主力机构呢 流入了是将近九个亿 九个亿左右 我们看一下啊 打开这个呃 题材指数 那么在之前 我说第一时间 我记得在这个位置 就给大家啊 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啊 讲过 在这儿 我就记得给提示你们了 我这这这几天反复都在讲这个新冠药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波反弹非常利 非常利索 刚好把前面 今天把那个前面的那个缺口已经补上啊 那么后续仍旧维持正大上行的这个走势啊 虚实完之后还要选择向上 这是我个人观点 啊 现在呢新冠药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呃 目前的前景 市场前景也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相关的药企呢 现在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啊 就是一些新的药药品上来之后 呃 陆陆续续将要开始推向市场 所以呢 目前呢 也是在临床阶段啊 紧紧紧张的一个临床的实验啊 实验之后啊 会作为成品推向市场 所以新冠药题材呢 我后续还是持续看好 那么今天呢 说来说去就这么几大主线啊 就是当前如果说大家着急赚钱啊 短线啊 那么就是几个 一个是围绕着这个外部世界啊 展开的几个题材 第一个中俄贸易啊 第二个大宗商品涨价题材 里面包括有色 包括石油 天然气 化工原料啊 这是一块 后续呢 一定要逢低去关注啊 不要去越长的兄弟 越去追 那么长情的切换 热点的切换啊 尤其切换也非常快啊 现在市场的投机氛围也是比较浓的 所以呢 一定要等这个强势股回踩的时候 才去才去做啊 这是几条主线 还有就是围绕着我们人民币的这个 跨境结算系统展开的几个题材 一个就是SHIPS题材 CIPS题材 一个就是所谓数字人民币的 这个题材 说就数字货币啊 数字货币后续有回踩的这个机会 要逢低 可以从里面来把握一定的机会 那么在科技股这块 最近两天呢 东树西算有所趋冷啊 尤其东树西算展开的这个 所谓数据中心 这一块啊 东树西算啊 我们给大家敲一下啊 那机材指数呢 短期呢 出现回踩 后续还可以逢低 关注啊 这里面 涉及到 将近八十几家啊 八十 九十家左右啊 九十家左右成分股 这里面就不展开了 大家从这个通达性都能看到啊 然后数据中心啊 然后性创题材 包括软件和芯片 后续还可以低位 还可以持续关注啊 那么二次反复震荡之后 回踩还是一个重点啊 这些当然这里面呢 找个股的话 一定要从这个基本面出发啊 首先看基本面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看看在什么位置 如果是高位是吧 就不要去追高 高位回踩啊 回踩的比较充分的话 可以分体关注啊 这里面有人说 张老师进讲的是 这种 有时候你说的这些 具体哪些可以买呢 是吧 这是另一方面啊 今天不在这里展开 就给大家说一个大的方向啊 那么目前来讲 我们操作上的仓位 到底是几层仓位合适 我认为现在的仓位啊 维持在半仓啊 半仓左右就可以了 非常适合啊 也不必要重仓或是满仓啊 适当的呢 控制一下你的账户的风险 其他方面就没有太多要讲了啊 关于最后说低估值篮筹这块 现在还是在相对低位啊 有些这个像银行啊 券商啊 保险 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跌的了 那么这次呢 再往上反 再走一波啊 还能往上去啊 所以 基本上啊 就是大盘没有什么好跌的啊 跌也跌不到哪里啊 然后呢 低估值 低估值低估值低四净率 这个 这个低估值的这个指数看的话呢 重心不断上移 是吧 这里面都是一些权重股啊 不断的上拉 所以呢 股指本身啊 他没有多少下行的空间啊 还是以这个反弹为主 最起码我是看到亲密的钱 没有什么问题啊 相提正当之后 还是以反弹的节奏为主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投资顺利